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我是陳舒賢 我是缺林黛 在今天台北股市 当然受着美国股市大涨机制之后 这个孔冬的一个效应之后 结果短暂之后短暂的影响而已 马上又是一个开高大涨的情况 而且盘中在11点10分左右 我们所看到在地方传来的 正所税废除了好消息 结果马上瞬间先是卖单出笼 虽然最后还是维持一个 相对大涨的情况之下的话 这个行情到底该怎么看呢 好 正所税 终于两三年了 三年大家也辛苦了 纷纷扰扰 对 纷纷扰扰了 到底 事实上到正所税 基本上它是还没磕 基本上除了几个IPO之前有的 那治病院它是完全都没有磕到过 但是这样炒了三年了 这样炒了三年了 那么也好 那正所税到底废掉是 废掉的是利多还是利空呢 不错 今天涨143点了 导播到我们看看这个价钱指数 日K线一下 它是跌那么深 那美国股市反弹 当然也会反弹 你说完全是正所税的话 我倒是蛮担心的 你一昧摘进这个所谓正所税的利多里面 因为我说过它是中性的 我做一个最简单的 我用一个最简单的 2008年的金融崩爆 当时候台北股市有没有正所税 没有 但是2012年还是13年才开始有的 虽然还没有磕 但是我是说 2008年的金融崩爆 台股也没有正所税 还不是大跌 是不是 所以正所税 连那个阿托伯 那个多头的代表者 都跟你讲说 那个一点点的成交量 它会涨时助涨 跌时助跌 大户回来 对不对 谁说大户回来一定要做多 空头可以 大户回来 这个肉还很多 它也可以做空 所以这个不是利多 这不进展是利多 我们来看一档股票 看今天一大早的证券股 我今天一大早还有听到 那个有人分析说 证券股大好 赶快去买 来看一下大清正的盘中线好了 6021的盘中线 你看 它曾经一度涨7% 曾经一度涨7% 收盘跌6% 你看它这个拉上来 正所在赶快去追它 今天掉了十几% 今天是掉了十几% 所以你心里要有数 这个不见得是利多 不见得是利多 所有证券股都这样子 这个看一下 再看一下证券股 一样大众证也是很惨 大众证6022的 你把盘中线打出来 也是一样 这个待会都超过10% 都高达10%的空间 就是说你今天追 你就不太妙了 所以这个 如果说你 所以你期待的证所 所以不尽然是利多 不尽然是利多 那马锡卫当初也是这样 只有涨一天 马锡卫那天只涨一天 之后第二天开高就没高点 那天还大家股掌较好 那么这个 再来就是这个 刚才证所说还有 听说最近有一个货帽 货帽谈货帽 那货帽讲那么多也没有用 你那个两岸监督条例都没有过 你还货帽货帽 我觉得这个有疑虑 我是觉得这个还是有疑虑 所以你还有多少利多 可是过两天 这两天在这个 这个一些经济数据再出来的话 你又不太妙了 你这个股市又不太妙了 还有这一次波 这波涨上来不是 不是那个合并的题材吗 是 或者入股 这个参股的题材叫做紫光 不是吗 是 那紫光老董说什么 你知道吗 他说 这个投资台厂要暂时割据 割制一下 你说我今天的标准是什么 我说争效的 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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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联发科你看一下 联发科你看一下 联发科不太对劲 联发科不太对劲 我说这争效的 这争效的 说了半天 吵了半天的话 你看这个联发科 8299的群年 这些被点名的 之前因为 当然 基本面不错的可以考虑 但是如果不是因为基本面 只是靠这个 说要投资台厂这样子的情况 有没有 我觉得大家想一下 有些股票不太对劲 不太对劲 这些利多在出货多的是 今天只有涨一档股票 两档2330的台积电 我看一下 涨得快要3% 尾盘是一笔大难下来 那还有鸿海 鸿海你就要注意 2317的鸿海 我看一下鸿海 鸿海今天也涨了2%多 但是鸿海我说过 鸿海的股性就是这样子 事实上它每年很平均 都是在赚8块左右 今年算起来大概也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鸿海你大概看一下 如果因为鸿海的均线都是往下的 整个都压回了 那这几天如果没有 你这么大的利托 你没有赶快涨 这就不对 所以今天这么大利托 如果明天鸿海就没有高点的话 台北股市就麻烦了 所以你要利用这个8500点 这个接近这个关卡附近 你一定要赶快做动作 这个不要说 这个爆上又爆下 那涨你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跌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 这个对投资朋友都是很大的伤害 我说过全世界的股市慢慢进入空头 最近大家来讲说恐怖攻击 好像美股反而大涨 那不就每天来恐怖攻击一下 错 这个时间的点是不对的 所以空头格局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你是要坚持做空 你千万不要忽多忽空 昨天一大堆了 这几天一大堆的人都看得很差 那今天一大堆就说 这个可以短多一下 那不对 你绕不到好处 短多怎么可能绕不到好处 当然用题材涨上来的 6021再来一次 6021 你看 这个当然捞不到好处 对不对 那2317的今天如果涨一天 明显就拉回的话 这个捞不到好处 所以要不要 好好的把方向做确定 趋势才是代表一切 不要忽多忽空 我今天听到那个 大家都说这个证锁税过关 这个废掉了 台股要奔旺点 那你要台美股市 就是明年的GDP要到达百分之五 今年保一都有困难 明年就百分之五 大家有没有听懂 台北股市历年来的惯性 GDP要有百分之五的实力 才有万点 明年保一保二都不见得可以做得到 今年都不能保一了 那你说明年就要上万点 这个不太可能 大家想一下 好 把这个时间交给苏贤一下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最后的收盘行情 结果最后收盘行情的话 最后一笔还是有下压的动作 上涨了大涨了124点 在收在8419点的位置 倒是量也只有856亿元 虽然上涨的 可是在量800多亿元的话 会不会担心有些被连现象 还是说这里头还有哪些关键性的重点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现场 东西国际股市脉动 掌握台股关键转折 11月21号礼拜六 上午在嘉义 下午在台南 11月22号礼拜天 上午在台中 下午在竹北 0809 077 888 0809 077 888 这不是城市 这是探险之旅 这不是险阻 这是乐趣所在 这不是道路 这是前进自由的方向 奥迪Q3 驾驭框架外的精彩 Q33是TFSI 19万配备免费升级 进化科技定义未来 最深凉商机 威力不可小净 你听我刚刚介绍的新闻吗 待到这里 爱看几次就看几次 你有第一首消息要爆料吗 只要随时随地 拿起手机 明星卖萌大吉博 显得比我可爱呢 掌握第一首偶像动态 40个小人物 Can't really reach your mind 追踪最新的剧情发展 哇 跟我一起follow下地 韩剧独家消息 先上网搜寻 单独新闻网 我们养他啦 嗯 唐东会骂人的 那我们可以搬家啊 你加班 他可以陪我啊 你自己的班都加不完 那我们可以不喝奶茶 不出口看荫花 我们不是要买房子吗 他真的很可爱耶 不行啦 真的不行 嗯 你走吧 我和他回家 做罗利芬的顾客又五年了 没有人比他更了解皮肤 更了解美容 他不仅做到了 还把美丽做成了事业 最重要的是他那种决心和自信 他说他是上帝派来传播美丽的使者 决心美丽 罗利芬国际美容事业集团 30周年 让你的未来更美类 好 我们在刚刚可以看到的 最后收盘的话 最后一笔的话 还是一个下降力道 但是还是相对维持大涨 大涨了124点 8419点 但是量只有856亿元 那么迪赖兄 该如何观察 好 注意哦 我们来看一下说 这个我们投资本 看看我们超盘软体吧 那麻烦本我的投资本 我们的客户 把超盘软体拿出来 因为关键点就在这附近 大家要注意到 金融商品是会有变化的 我说这个是通缩 大家不要去想成通膨 这个这里是通缩 那么恐怖攻击 对我来讲是会造成 比较严重的通缩 但是因为恐怖攻击之后 就好像 昨天为什么国际股市 还蛮平静的 反而涨上来 因为这个动作出来的时候 就好像欧洲央行 ECB有没有 他就可能加 这个12月份 加大他的宽松政策 那因为这个恐攻之后 市场上预期 昨天美国也没有公布 经济数据 没有重要的经济数据 那么没有公布 重要的经济数据 那市场就认为 恐怖攻击之后 联准会会不会延后升息 要求大家来求 这个市场上就好像我说的 董事会怪东怪西 但是趋势是不会骗人的 这经济基本面 也因为那么多年的QER 这让它是 这时候的经济基本面 是矛盾重重 矛盾重重 那油价又会 因为这个IS有没有 他们占了很多油田 对不对 居然说有要去炸他的油田 断他的这个经济来源 那油价又因为这样长上来 你跟他说这要怎么做 当时你稍微想起来 你说赠所税 把他废掉 那证券骨 那今天全部都吐回去 一天的时间都吐回去了 这个脑筋要灵活一点 这里跟趋势有关心 一定会有明朗的时候 那你要看他全世界 全世界金融商品出现 什么样的变化 好 一样哦 超完工具 超完工具 我们的是这一套 你那一套是这个 我们的是这一套 我们科部也要看看 我们再把这个金融市场上 现在这个 昨天这个金融市场上 大家都涨上来 德国也没有跌到 法国根治只有小跌 恐怖关于小跌 会不会马上大涨 我还再讲一遍 明年才是大行情 今年空头只是牛刀小事而已 这个一定要热身 今年的这个现行都是热身而已 那也配合 到这个 你会觉得说 简直就是一场笑话 经过了六年半的全世界的大涨之后 不断的QE 不断的降息 经过这样的这个六年半了 台北股市竟然可以从今年的年初的GDP是3.7 3.8 掉到现在的保一都有困难 搞了六年半你看到S&P500企业的这个获利 是第一次的衰退 这个一定要想清楚 那国际搞了六年半 这个QE一大堆了之后 现在问题竟然出现到通缩 通缩的现象我说过 通缩的格局 通缩的格局就是这样 就是你跌的过程很慢 可是未来跌的幅度会很淡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跟大家讲说 通缩跟通缩所形成的空头不一样 通缩所形成的空头是又快又急 通缩所形成的空头的话呢 是慢慢的跌 然后弹生还慢慢的跌 每天在磨人 所以我们经常讲 这个股市经常老手说的 股市怕 这个新手是怕急跌 老手怕盘跌 你要注意我跟大家讲的 那跌生的弹上来 一定会难免得 我们看金融上面出现什么变化来 这里面昨天的变化都没什么大的变化 那一样 一样没什么大的变化 那因为道琼运出指数差一点点 所以首先小小长意思一下 我说八千 这个从今年的高点都一路跌下来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东西 就是说 看一下 这下的焦点在这一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 注意哦 99.4的 是这几个月来的新高点 美元指数创新高的话 你就不要太乐观 第一个阶段 资金一定是从这一些 新金市场这些测 韩国啦 台湾啦 这边测 一定从他们先测 所以你不要太乐观 第一个 也就是说 一旦外资慢慢的 因为美元涨这么多的话 他来台北股是 炒股比较没有赚得比那个汇率快 一转到美元就赚钱了 连动作都不用做就赚钱了 当然大家要汇入 所以第一个美元指数 来到新高了 所以通常这个情况下 台股要大涨不易 你要大涨不易 因为外资会慢慢撤出 到昨天为止 外资这个月已经净流出了 已经净流出了 越流进来都已经流出去了 注意喔 那外出流出去也是有道理的 所以当美元转强 大家要留意的就是这一块 留意这一块 那么恐慌指数昨天拉回 但是我说过嘛 本来它就应该在18到20之间 那最近如果再一次来到20以上 或者25的话 那空头就更加的明显了 还有呢 我们讲过美元升值 日元金 日元贬值嘛 日元贬值嘛 那欧元贬得更凶 日元小贬 欧元大贬 欧元大贬的话 不要太寄望太阳能 居然跟你讲说 太阳能在美国股市大涨 没有 它跌一大段了 昨天才谈个2%3%而已 你看那第一太阳能 3%我都这样子 已经在反映这一块了 那昨天美国股市太阳能 谈上来是因为油价 油价突然间 我刚才说 要去攻打这个IS的油田 有没有 有没有 那这个 那你看能不能成功 这个油价会不会因为这样涨 不过它也跌得 因为跨临近低点 所以太阳能涨上来 在美国股市是因为这一个的关系 所以里面的道理 大家先了解个 了解它的重要的观念在这里面 好 这是我说过 我们操盘工具一定有的 操盘工具 不要以为操盘工具就只有 就只有你那个指标 红买绿卖而已 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那么简单 好 那么个股的话 昨天也没有多大变化 昨天没多大变化 昨天在美国股市是小小反弹 小小反弹 苹果呢 苹果前天大跌 前连续大跌 昨天谈了1.6 1.6 在110几 其他都没有变化 其他大家要注意的变化是 有时候美国股市太阳能 要涨了2点多 2点多趴而已 它跌了一大段 要注意是这一个 注意的 美光 美光还在跌 美国股市太阳美光还在跌 它收14块8 它今年股灾的低点13块半 那也同意思吗 这个如果跌破了14块的话 就会来到这里 所以华雅科当它的技术指标 就是所谓大家熟悉的绿卖 大家讲多头是红买嘛 绿卖出现的时候 你就可以准备放空华雅科了 这是最基本的观念 好 先进 这个先生 这个素权跟我们报告一下 指数的收盘 马上来看一下 在指数收盘部分 指数收盘的部分的话 依然还是一个大涨的情况 来看到台股指数 大涨了1.83个百分点 上涨了152点之多 至于在电子指数方面的话 台股则是达到了2.38个百分点 上涨了7.65大点 至于在金融指数方面的话 涨幅相对比较落后 台股只有一% 上涨了10.4大点 至于在摩台指数方面 大涨了1.83个百分点 上涨了5.6大点 当然在明天台指期 也准备要做结算 您的观察 好 结算是重要的 当然今天我们说过 指数这一块 我们个股当然是 还是属于偏空操作 那指数因为 指数的技术指标 是比较短的 我跟大家提到 这是30分的指标 这是我们认为 波段指标定位 所以你30分钟指标 你不可能说 你要做这个指数的话 用的什么周线日线的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准备多少停损 那个都是马后炮 那我经过多年的研议 包括指标 你必须用趋势指标 你不能用循环指标 那中和二层的技术指标 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属于空方 我说过这一个 投资者你有看到这虚线吗 你有看到虚线 虚线代表一天 虚线代表一天 那你注意看 就是说12345678 8天9天之前出现一个空方讯号 这是指数 台北股市的指数 那这个指数当初在8800点附近 8800点附近 那一路跌到今天一大早 开盘才翻多 所以你要把从空方转为多方 从空方转为多方 能够涨多少 这未来再说 你按照指标做 这个指数它有它的道理存在的 我认为你不是说 三分钟五分钟这样冲来冲去 那也不对 你一定要有一个趋势 一个方向 那关于指数这一块的话 投资者朋友 你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 你可以跟我们做个联系 我会比较 比较仔细地跟你讲 这个操作的模式 我想因为我很少在地上讲 这个有关指数 这个部分的短线的一个进出 短线进出一定有短线的指标 这就是短线的指标 但是你也不要忘了 也有波段 一个八千八掉到八千二 八千三来番多的话 这里面也是三五百点跑不掉了 要这样稳定性的 这个所谓的操作的话 你的操作的策略才能完整 那一样我们来看看个股 个股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那个股的部分呢 我们一样回过头来 跟大家讲加钱指数 加钱指数跌破季线 再站上季线 跌破的季线又来到了季线 站上季线 那不要忘了明天是台子旗的结仓 结仓 那么当然这个就更加刺激了 那外资的这个做法大家来了解 因为一个季度的一个结仓 我在这个十五六年前写的那一本书里面就知道 就已经把这个讲的 结仓本来就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那外资会不会是转多为空呢 这个都有待商榷 那外资最近卖得很凶 那今天会是大买吗 这也是一个问号 还不知道嘛 这时间还不知道 好一样 破季线 谈到季线 都一样的道理 都一样的道理 这一条是季线 有没有 来看看这里 来看看我们照到这里来 照到这里来 刚开始最早的时候 破季线有没有 就弹上来 再破再弹上来 通常就是这样子 我再讲一遍 破季线谈到季线 这一条线红色就是季线 破季线谈到季线 破季线 那这条蓝色就是黏线 来再看一下 破黏线谈到黏线 这个都永远不会变的法则 都不会变的法则 这个我们在基础面叫做 葛兰碧八大法则 就是这个意思 来破季线一定会弹到季线 这个是不变的 因为重要的均线 破黏线底下是 破了黏线 有没有 你如果按照小一点的字 你来看 那这个刚开始破 有没有 一定会弹上去 破弹上去 破弹上去 那这个黏线也是这样 这一根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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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照到这里来 这一根破 这里弹上去 破弹上去 有没有 然后破 然后又弹上去 你以为这里多头来了 后来整个下来 后来再破就没机会了 这个技术面合理的 不要有时候破了季线 弹上季线 又大多头又来了 没有那回事 我再讲一遍 因为证锁税刚废掉 已经有人喊台股上万点了 那上万点不是说上就上的 一定要有基本面 并不是说八千七千 因为你这里要上万点 一定要有合理的基本面 我跟大家讲 经过台北股市统计资料显示的话 你的GDP要百分之五 才能够上万点 所以今年年初 为什么我们上万点 就赶快下来了 因为今年年初台股的GDP 预估的GDP只有百分之三点八 经过五六个月来 一直修正一直修正 今年要保一几乎不太可能了 今年保一几乎不太可能 各家外资的看法都是这样子 0.8或者1上下而已 那你说明年呢 明年你说从 万一今年保一不可能 可能0.几 那你说0.几的话 也没有看过那种经济成长率 明年就整个就上去了 这个几率很低 这个几率很大 所以你没有跟上股价 那GDP哪里支撑这个万点的 所以大家 讲风讲 大家也希望这样 那证锁税能够增加量 那我前两天才跟大家讲 说就算增加量 当然今天没有量 这证锁税如果是增加量 涨有量跌有量 那就是助涨助跌 那如果这里是多头 当然是助涨 如果这里是空头会助跌 那有几个股票 大家就像这个就是地雷 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这种股票风险很高 融资使用力高达九成 百分之九十几 融资使用力 你看这个爆发地雷 现在天天跳空跌停 这有点像地雷股 这也小心 因为当一档地雷出现的时候 就会蔓延周边的中小型股 变成地雷 好 那TPK也是一样 TPK也是一样 这种股票 按照合理的技术面来看 爆大量冲上去之后 开始没有高点 那你就要注意了 因为这个量是突然间急缩的 那这冲上去之后 你看第二根开始就量急缩了 这就是量在退潮 通常就表现说 这里的压力很重 这一根大量没有办法摆脱 这里的压力 所以这是假突破 那一样 它还有 就当明天 这一两天一定要赶快再站上来 没有的话会变成空头的标的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还在撑呢 因为红海嘛 那红海如果涨不上去的话 凭概股就挂了 因为红海 红海是最后一个 这个我说是压倒苹果概念股的 最后一根稻草就是红海 因为红海如果涨不上去就挂了 你自己想也知道 这么好的基本面 那到底红海的基本面到底好不好 我认为有疑远 每年都是这样子嘛 你说它有没有成长 每年都是八块左右 哪有什么叫成长的 好 来看一下 来 要有成长才有股性 好像这个叫做郁金光 我也说过 它微破 它一样 这种股票头部在上面形成 破了之后一定会弹上来 这两天要再最后弹上来 没有意外 你说第三季大幅改善 那又怎么样 还是赔了八九块 一整年下来还是赔了八九块 不要为这个 第四季还不知道 这个一样 这个基本面还是没有跟上来的 好 这个一样 这就是红海 红海你能不能上去 就看这个怎么过 你最好一直上去 那当然台北股市就还有机会 如果今天涨完 明天就 就刷虚了 那你就更危险 前几天这个为什么 大家基地基本面 早就知道为什么还这样子跌 头部都在上头 最近你看 头部你要注意 这种形态的股票最近最多 这种股票最近的形态最多 因为这就我跟大家讲 股票市场上早就 早就出现疑虑了 股票市场上早就出现有疑虑了 这就我跟大家讲 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你看 所有的股票 就是第一波 七千二谈到八千二的加钱指数 然后就停下来 然后在这边震荡成里形成大头部 这都 所有的股票都这样子 所有的股票都这样子 你看到所有的 像这种小型股叫桥顶 根本没有基本面 有没有 第一波弹上来 后来就结束了 在上头都是在那边混 就是3% 5%在那边混 那头部形成破线 你看到最近的股票都是这样 全部都是这样 联发科啊 联发科是另类的 联发科是另类的 有没有注意 我说过 子光台湾在正式上 你看看 暂时割制台湾的投资 敲锣打鼓个半天 现在跟你讲暂时割制了 我也跟大家讲过 你台湾要中资要介入 尤其现在就面临选举 没有那么简单的 没有那么简单 你太知道 所以联发科会未来几天 当中变成空头的标的 因为它基本面 也是没有跟上来 我们再来看这个锐鱼 锐鱼就更可怖了 头部形成第一关破 有没有第一关破 破了 那第二关再破 那已经几天了 所以这个明天没有上去 空头 这个中空的格局就形成了 这技术面上的解决 都是这样 那纺织类鼓 像这个东隆心也是一样 表现都是平平的 都是大头部 这个都是更大的头部在形成 这上头今年很热门的东隆心 还有这张股票 我知道 我是跟大家讲 美光已经快要破底了 注意把握这个华雅科的卖空点 我想来到这些重要关键时间点 你不要做错 那也不要乱做 把握这个 再弹上来的卖空点 你要把握 那关于指数的部分 如果投资朋友 你不会操作 你可以打 跟我们做个联系 我会亲自好好的跟大家讲解 谢谢大家 好的 非常谢谢鼎台兄 鼎台兄还是一日在 叮叮给大家加 这个转折性的关键要特别留心到 尤其我们所看到 在恐攻的事件之后 是不是在整个 在整个废族症种 所以过后我们所看到 量依然是不出 同时在今天晚上 美国市场部分的话 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看法 感谢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我们明天再会